热点全无 信心全无 3100点保卫战 随着大金融昙花一现 最终是败下阵来 美联储加速缩表 加息的进程是不断的超越期 市场预期5月5号会加息75个基点 这个让本就信心不足的A股是更加慌乱 市场的恐慌情绪也是进一步在加剧 风险偏好随之下降 互指创业板指数双双下跌超过2% 今日的赚钱效应 只能用一个极差来形容 两市下跌4400多家 上涨只有329家 涨停只有42家 跌停达到了127家 板块方面就只有纺织服装 一家上涨 可谓是万绿从中一点红 之所以表现稍强 无外乎 美联储加息 预期强化 美元走强 人民币贬值 受益于出口 你像纺织 家电储位 服饰 是吧 所以今天的这个表现 他们就算是还强一点 今天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打击融 银行保险券商 都有一定的互盘动作 尤其是午后一个小时之内 我们看到券商一度是大幅的拉升 其他的板块是纷纷回落 所以表现是差强人意 今天的板块看上去 那就叫全线禁末 说了只有纺织制造板块 小幅的上涨 消息面 国家发表也发布了一个关于产业用纺织品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制造 意见 这其中就提出了支持产业用纺织品行业优势企业兼并重组 给予市场一些叫预期炒作 但是结合近期盘面来看市场这个情绪很低迷 新题材的出现往往摆脱不了这种一日游的命运 虽然纺织板块今天的走势比较强 但是后续的延续性还是存疑 在他走出那种叫确定性行情之前还是要观察为主是吧 券商 券商呢在今天午后一度出现了异动 南京证券曾经是触板还破当涨停 但是最终呢 不仅没有能够调动市场的情绪指数 反而在短暂的回弹之后加速向下探底 指数早盘出现单边下沙 这市场的信心就已经到了低点 午后出现小股反弹的时候 卖盘就在这种恐慌的氛围当中涌出来了 就推着指数进一步下行 目前来看呢 市场的情绪真的叫已经跌到冰点 并且恐慌情绪在今天午后也是集中释放 所以如果我们站在短线的角度 明天可能会迎来一个情绪面的修复 今天还有农业股是吧 也迎来了资金的叫全面退潮 前期比较强势的 你像肌肉 种业化肥 这都是跌幅居前 受益于农业基本面的向好 农业股近期走势是独立行情 整体的涨幅呢也不低 部分的资金呢 选择了一个先行叫利好兑现 那它背后呢 依然反映出在这种整体信心不足的情况之下 资金延续的叫必高就低的市场风格 那农业股在经历今天打跌之后 可能后续将会经历一段 时间不短的整理过程 所以短线再有谈高的时候还是应该站在 叫空头的思维或者叫卖方的思维去考量更为稳妥一点 今天啊大消费板块同样呈现了叫全面回调 那这里头呢像旅游 酒店餐饮是吧 这些板块这是跌幅居前的 当然有人问 这是不是意味着大消费板块也就就此转弱了呢 我们说目前来看恐怕为时上走 因为根据历史的经验来看 主线板块在集中爆发之后 出现这种短线的分歧整理是比较正常的 况且你像酿酒食品饮料是吧 这些板块今天呈现的是一个缩量整理 就量价之间保持的还是一个相对健康的关系 那今天个股的涨停分布来看 三分之一还是来自于大消费的 那安基食品五连板是吧 中兴商业四连板 步步高三连板 市场的这个空间高度 也是被大消费的板块所占据的 所以尽管我们说 整个板块出现了比较大的回调 但是高位的资金的没有遭遇叫退潮 所以我们说板块的一个高度 还是在延续 后续出现修复的机会还是比较大 所以如果明天 还是可以继续关注大消费的这种 叫资金回旧的力度 咱们再说说新能源 新能源赛道里头 宁德时代阳光电源 近期跌跌不休的走势 这个成为拖累创业板指数 主要的一个原因 特别是面对2022年 我们叫内外交困 就是一系列事件的扰动 使得稳增长和这个低位 低估值的低价股大行其道 而估值高企的热门赛道 最终就被市场是彻底抛弃了 特别是一季度 经济数据公布之后 我们看这个市场 越发觉得稳增长的主旋率 只会继续加码 而不会被削弱 所以这也进一步加剧了新能源赛道 这种危机的加剧 那从盘面上来看 阳光虽然还是在杀跌 但是它下一个支撑位 可以先看一下打到海线 这应该是中长期最后一道支撑 宁德也出现了围绕着400块钱 差不多就是打到卯线 开启的一个叫拼死争夺 你看尾盘的时候 还夺回来了 所以从投资的角度来讲 当机构最坚定的公司 都陷入了这种叫快速撒跌的时候 那往往也意味着 新的底部不远了 至少是短期底部不远了 当然这个时候谈反转为时尚早 至少在稳增长的这个主线地位 没有改变之前 我们说新能源和创业板的反击之路 还会是一波三折 所以市场整体的表现不佳 投资者的这个疑虑就来了 二次探底会不会就是开启 除了护纸 其他的几个指数其实都创了新底 至于说护纸恐怕又到了 把这个皮球踢给管理层的时候 濒临3月16号那个金文伟 是吧 这个政策底附近 如果政策失而不见 这个破底就会到 当然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政策恐怕不会坐视不管 还是那句话 保持耐心吧 我们不妨再期待一下 好了 今天的复盘就到这 感谢大家的收看 咱们明天再见 请 by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